哎呦了四季 天眼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朝鮮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是 Sourakuma 他選擇的文明是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挖石頭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他的劍塔呢 則是可以免費升級 到了帝王世代也會自動升級為這個大型劍塔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的這個一城技術 可以讓劍塔的射程非常遠 遠到可以直接反擊對方的火炮 所以朝鮮人的劍塔 到了帝王世代後期 是非常難產的一個劍塔 那朝鮮人的打法呢 還是比較偏向於攻兵路線 起兵路線沒有三級馬砍 也沒有平走 然後三級弓也沒有 所以他的擠兵呢 也會稍微弱了一些 那朝鮮人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弓兵鎧甲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可以早早就生下三級弓 然後去點化學 那防律完全不用領 那再來就是 他有這個陸地軍事單位的一個木材減免 所以用起來其實還算不錯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步兵單位呢 有這個龍罐戰爭的關係 傷害會非常高 那阿茲特克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銀罐的紫毛器的效果 可以讓自己的戰毛兵 攻擊力射成加1 然後額外傷害也會加1 所以這個阿茲特克人的能力 算是蠻強大的 簡單來說他的紫毛器 可以讓他的戰毛兵變成帝王戰毛 那阿茲特克人的經濟來說也是蠻強大的 因為本身就有這個攜帶量加3的關係 所以經濟來說是比其他溫妙 會稍微好一些些的 那阿茲特克人最特別的是他的僧侶 他的老頭呢 的血量非常多 每點一個修道院的科技 都可以增加老頭的血量 那老頭血量最高可打95滴血 好 那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最近喉嚨還是沒有變好 所以現在講話 有可能會一直斷斷續續或是聲音會閉成 都是屬於正常的 像是冷痛拍影片 所以講的不好的地方 還請各位多多單待一下 好 接下來看到兩邊封建時代 那目前來看一下天空熊這邊 那天空熊這次遇到的對頭是我們知名選手 Viper 那兩位都是非常頂尖的選手 那先來看一下天空熊這邊的地圖 地圖是金黃在上方 下方是果子 左邊是黃金 天空熊這邊來說其實不太好圍 而且果子可能會被騷擾 除非他這邊大圍直接圍過來 可能被騷擾的可能性就會稍微小一點 但這個大圍需要一點時間 封建時代的話 可能還是會先打個肉馬開局 或是工兵開局 先做個抵抗 但這邊已經開始挖黃金了 所以有可能是打一個三棒棒 然後轉工兵 或是二棒棒騷擾 不轉裝甲的打法 那這邊按三隻民兵 很有可能就是要打三裝甲 然後轉工兵系 Viper這邊地圖好像更慘一點 因為他正面完全沒有木 前面這個木就是 天空熊靠近那邊的 然後後方有三片 木區還算能接受 但就是正面來說會更難守一點 好 天空熊這邊 直接點下了裝甲步兵的三級 Viper這邊則是 有四個人在挖金礦 唉唷 這邊是打雙軍營 唉唷 但這邊有個洞 結果Viper出現一點失誤 這個洞沒有按好 好 直接被三隻裝甲步兵給打進去 好 這邊把村民給逼出去 但手速有夠快 這個違的 好 那雙 雙軍營有什麼效果呢 最主要是阿拉斯特克人 這個文明 他的軍營的 工作效率喔 是會多11% 所以雙軍營的效果 讓他產老鷹喔 速度會再更快一點喔 那一隻老鷹平均只要大概 25秒左右吧 以實際速度來說 其實蠻快速的 那阿拉斯特克這個文明喔 是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是很適合打老鷹爆的 而且不管是封建要打老鷹爆喔 還是要城堡時代打老鷹爆 都是相當強勢的一個文明 那Viper這邊是用了自己的舊招喔 當然我記得這招已經被nerf了 沒有到那麼強 很容易被擋下來 那朝鮮這邊要怎麼擋這個老鷹呢 其實很簡單喔 只要繼續按裝甲步兵喔 就可以打得贏了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沒有信心可以 打得贏的話 也可以考慮多出一點露馬 但露馬實在太容易被針對了 當然露馬有這個 跑速優勢在你的關係 所以比較主動選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打贏正面的話 建議還是直接按裝甲就好 好這邊三隻裝甲配上兩隻毛兵 在這邊露露小小後方的伐木場的村民 但這邊Viper想要過來蓋 想要把這邊的單位全部鎖死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喔 好這邊直接硬蓋 天灰熊這時候還沒有注意到 因為他現在在專心控制打正面的地方 好報應這邊撞到城市中心 稍微要拉打一下 好Viper這邊拉了四隻村民過來插箭塔 我是五隻喔 但天灰熊這邊反制很快喔 有先挖這個石頭 那有挖石頭的話 就可以很好的 去反擊對方的這個箭塔 好這邊直接蓋一個箭塔 想要去反制 天灰熊這時候終於發現自己的 裝甲步兵已經被關起來了 而且這邊還有村民在修理 所以這根箭塔可以全部收掉這裡的單位 好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Viper這邊已經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來手撕這根箭塔 後面兩隻弓兵直接映射村民想要趕跑 但這個箭塔最後是delete掉了 還是被拆掉的呢 好像是被拆掉的喔 因為這裡沒有回收資源 而且剛剛已經95%了 所以就算回收資源也沒什麼太大意 但Viper這邊已經順利收掉天龍熊的一根箭塔 直接賺了125石頭 好那老鷹就去給天龍熊壓力 這根箭塔騎起來很快 五個人蓋就是很快的 這個再蓋他去 這根金礦看到不要直接delete出來幫忙打架 或是不用 只去補小弓也可以 那這邊拉的村民可能會有點太少 後面雖然有 箭塔在幫忙收鷹刺齁 但鷹刺齁打村民速度也是很快喔 反正直接收掉了一村 這裡再一村倒地 天龍熊直接損失兩村 第三村可能也要走了 哇 第四村也倒了 天龍熊這邊直接損失四村 第五村也沒了 這真的有點慘喔 如果剛剛這邊也拉多拉幾隻出來打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點喔 但我也不確定喔 這看起來天龍熊這一波 確實是血虧 直接損失了五隻村民喔 好那天龍熊這裡補下了冰宮廠 好這裡冰宮廠下次想要點下這個一擊射的部分 讓弓兵增加點傷害喔 當隊射老鷹才會有足夠的殺傷力去反制喔 好這邊弓兵過來 好這邊稍微拉扯一下喔 這個老鷹追的速度很快 好第一時間拉扯打的是後方箭塔 前方的老鷹 直接用弓兵反制回去 OK冰宮廠這邊蓋好 VIPER這邊直接取消掉自己的箭塔 直接往後撤退了 那現在VIPER現在已經有這個村民上的優勢喔 感覺不太需要再去往前前壓了 這邊差不多 待會點一下異防跟異攻之後 可以轉到帝王十代了 好但這邊VIPER沒有想要先上城堡十代喔 剛剛講錯了 講說帝王十代 那VIPER這邊是補下第三個巨印喔 那這個用意就是他說他要爆更多的老鷹 出來防守 好這邊換天空熊直接把箭塔反插了回去 這邊第一時間用弓箭手做一個拉打 但弓兵一直被老鷹追逐 血量掉還是很快 這個箭塔應該還是能蓋好 但左偏VIPER也有起了一根新的箭塔 後面的老鷹持續在追逐 攻兵的部分 攻兵的血量非常慘 好這邊直接收村 用這個箭塔去射老鷹的話 傷害就夠了 這邊最後的拉扯 感覺天空熊有隻一塊可以換得掉 OK把老鷹全部換光了 那這個箭塔要來處理有點困難 看要不要直接拉村民過來喔 直接硬拆 那這邊拉村民過來的話 會出到更多的經濟喔 因為現在天空熊的目的 就是要讓對方的經濟讓他自己一樣慘 因為緊緊損失了武村 不能再繼續跟對方平農喔 就是一定要 要對方跟對方自己打 不能讓他對方爽爽農上去喔 這樣村民差距太大很容易就打輸了 那天空熊這邊的目的喔 就是需要 希望可以插箭塔 然後繼續深插進去 傷到VIPER的經濟喔 現在是天空熊唯一的 人贏打贏的方法喔 好 這裡直接敵掉自己的房子 然後拉兩隻村民過來 直接硬拆箭塔 這邊蠻及時的 好 有一隻裝甲步兵過來 但有四隻老鷹直接包圍 哇 天空熊這一波前面打得很精彩 連魂差 連VIPER也在努力進攻當中喔 天空熊這邊這根劍塔也是 拆的蠻輕鬆的 反而是VIPER這邊好像有點被拖到囉 雖然看VIPER這邊很多農田喔 但其實這是他剛剛才灑下去這麼多農田 現在這邊要直接升到城堡師帶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好 這邊一攻已經補好 阿茲打弓箭手的傷害又更高了一些 好 這邊直接拉了很多村民 老鷹想要來直接解掉天空熊前方的村民 好 但這邊劍塔已經蓋好了 看要不要直接收到後方 直接讓這個村民跑掉 但村民沒有來得及跑到後方 就直接被VIPER的老鷹全部收掉了 村民差距越來越多 散七村打四十六村 天空熊這邊的劍塔前壓又再度失敗了 好 那這邊還有更多的村民被挖圍在這裡 老鷹可以再過來解一下 那後面天空熊也是拉了更多的弓箭手 過來到前線幫忙防守 好 這裡有一隻裝甲步兵 去正面扛下傷害 OK 有裝甲步兵 白魂就會怕了 而且這有兩根劍塔 鷹打確實不是好選擇 好 那個天空熊這邊 開始慢慢按這個裝甲步兵了 OK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遇到老鷹的話 真的想要打贏對手 就是出這個裝甲步兵 神宝時代則是轉出長劍兵了 當然騎士還是有更多的主動權 當然騎士很容易被阿智的僧侶遭享 所以長劍兵也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好 白魂這邊家裡也補了一個劍塔 希望自己的農地不會被騷擾到 但弓兵其實蠻多的 當然白魂這邊不想要為了這坨弓兵 轉出自己射箭場 然後再轉一下自己毛兵 因為毛兵需要持肉 會拖到他升城堡時代的這個時間 好 這個劍塔蓋到一半就蓋了 好 開始要來進攻下放的房子 但下放其實沒有尾阿 這裡有一隻村民沒有跑掉 被抓掉 現在戰績是8比2 天空熊還是落後大約 在7村左右 但這裡有補一個輪軸 MIPER這邊則是還沒有點 好 阿智特克這邊直接用老硬去硬解 這個料望塔 殘血的老硬就收到料望塔裡面去做補血 好 但裡面怎麼會有裝甲步兵呢 哇 兩隻裝甲直接來硬解 哇 這部裝甲步兵 砍的傷害非常高 砍老硬的血量直接爆噴 老硬數量只剩下5隻 這5隻可能要做到更多事情有點困難了 下方這邊的弓箭手也已經殺了進去 還有一些老硬 全部在前面防守 這個三隻老硬可能也插不掉這根箭塔 好 那由於前方有跟箭塔的關係 天空熊決定在前面這個地方 繼續補箭塔 要來升插進去了 那待會下一根箭塔 有可能就是要補在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吧 或者是直接升插進去 都可能 但我覺得升插可能能上的東西不多 所以可能往用具去插比較明智 不然就再拉幾隻村民到後方 插這個後方的礦點 就後方採礦的村民 還有弓箭手 也是抓到了Viper的村民 後面偷彩資源 天空熊應該看到了 好 果然還是要繼續往上插 插這個高地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Viper 先點下了鷹勇士的升級 這邊回頭解一下裝甲步兵 那一升到城堡時代的老鷹 直接攻擊力變成7攻 7攻的傷害非常強大 那這時候天空熊也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時代差距大約差了兩分多鐘喔 就只有一個時代差距而已 好 那現在這邊有足夠的老鷹可以解掉這些亮望塔 好 補下了護衛技術還有二防 待會這些老鷹就可以直接正面喔 解掉這一坨 或是直接往天空熊家裡 全部送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用解家裡了 這邊老鷹全部往天空熊家裡噴 那天空熊這邊要守住的話 一定要按更多裝甲步兵喔 所以這邊補下第二棟軍營 準備來進行防守 這邊部分天空熊用了弓箭手進去裡面住進增加傷害 裝甲步兵可以直接來插箭台沒有問題 但家裡已經有很多老鷹飛了過來 天空熊這邊反應很快 直接補了非常多的房子 這邊老鷹也不敢直接硬拆 這裡趕快補一個大石牆防守一下 天空熊這邊遇到對方直接老鷹飛了過來 想要來硬解 但這邊還好一升到城堡時代 直接變成防禦箭塔 防禦箭塔設老鷹其實傷害蠻夠的 這邊直接全力輸出這個採礦營地 採礦營地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個要是不派點兵過來擋的話 可能會守不住 哇這個爆掉了沒有辦法 空熊這邊的常見兵還在升級當中 四隻常見兵過來擋一下 那應該有可能擋得住喔 因為這邊老鷹的血量很殘 後方還有城鎮中心的輸出 這一波四隻常見兵輕鬆調解 哇本來大約有十幾隻老鷹 解到只剩下四隻 常見兵擋老鷹就是這麼的厲害 缺點就是追不太到而已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太大缺點了 好兩隻常見兵也是直接走到了右邊的礦場 直接用尿Mipe村民 Mipe村民術稍微被追上了一點 五十村對五四村 這裡搶了一台沖車 但是遇到對方的裝甲步兵 應該是常見兵喔 可能會有點難解喔 看要不要阿爾斯這邊轉一下僧侶或是弓兵會比較好 繼續打老一的話可能會很困難 這邊又有少量的常見兵過來解 但沒有解乾淨 但天空熊又繼續升插箭塔 要直接插爆viper家附近的農田了 這個朝鮮按了一隻馬弓 好像是刻意的喔沒有停喔 朝鮮的馬弓我是不太建議使用 因為沒有品種 所以這個馬弓血量很少 但是優點就是有免費的防禦力喔 形成這個工坊是比較快速的 OK 家裡的常見兵中解掉老鷹的騷擾 看天空熊好像是要動整個的出馬弓了 馬弓打老鷹 我印象中都只有不好的一個印象 我不確定天空熊這邊出馬弓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但以阿爾斯這邊喔 完全沒有想要轉弓兵喔 或是毛病的情況下來說的話 馬弓似乎可以嘗試看看喔 畢竟馬弓傷害是比一般的弓兵來說還要再多一弓的 拿老鷹的話有一定的幫助喔 並不是完全無用之處的 那依舊弓兵還是弓兵喔 老鷹還是比較能打的贏弓兵 正面的重車開推 九隻長劍兵 要不要直接硬拆這個亮望塔的 不理 直接往Viper家裡送 可能是要來解這個衝車喔 還是理了一下 哇 結果衝車還是繼續出 出當中 好 長劍兵過來補一下 好 補下了二級射 這裡馬弓繼續出 好 看天空熊這邊偷偷補下第二棟城鎮中心 雙TC開農 好 那雙TC開農的打法 其實也是蠻適合這個 邊打邊農的策略喔 雙TC來說的話 肉量消耗沒有那麼誇張喔 而且又可以出些邊防守 繼續屯兵 所以如果大家不太擅長打純農的話 可以先從雙TC開農 邊出兵邊打 開始練習起來 其實蠻適合的這個策略喔 好 這裡又一隻老頭被射死 天空熊這邊大肆騷擾 MIPER這邊的農田地帶 哇 天空熊這邊打得非常好 MIPER這邊村民速降到剩六十村 天空熊這時候村民反超了 哇靠 然後這裡還補下第三棟城鎮中心 好 馬公繼續過來 好 看到這邊在挖石頭 這裡有老頭 射一下 哇 被招到一隻 哇 這裡的馬公被瓦解 好 這時候MIPER又在右邊蓋下了一棟城堡 好 這棟城堡的位置挺意外的 我以為他會蓋農田這個地方 好 蓋這個位置 去守一下自己的主 主要情況 那有可能MIPER覺得自己家裡的村民喔 應該是暫時沒有威脅 所以沒有打把城堡放在家裡是野外 這根城堡似乎是 不是那麼好的決定耶 因為這裡能守到的東西很少 黃金礦也快挖完了 然後這根城堡能守到的東西 就只有木頭還有這個市集 如果蓋在家裡的話 會更舒服一點啦 我覺得 即使不蓋這裡 你蓋這裡也好啦 對不對 蓋這個地方 好 天空熊這邊直接繼續出更多的馬弓 這時候補下了跟蹤技術 稍微增加了一下馬弓的移動速度 當然就可以更有效的 可以使用自己的馬弓做拉打 去反制對方的老鷹 還有這個僧侶 好 這時候天空熊 待會要遇到的事情是 BIPER轉出了暴龍士 跟老鷹喔 那如果這樣純常見兵的組合 是打不贏暴龍士 配老鷹的這個打法 好 這邊轉了一些奴炮 不管是打步兵弓兵 還是馬弓都非常好用 這時候天空熊 看到對方直接大軍襲來 直接撤退 那BIPER這邊補下移動城堡在上方 好 果然這邊還是要補一棟城堡 好 天空熊這邊稍微繞了一下 其實有看到喔 但天空熊第一世界沒有去攻擊 好 但是川民宿還是天空熊這邊遙遙領先喔 83村打上66村 第四洞城堡中心也 已經補下了 好 那地獄室帶也暗了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帝王會怎麼打 好 這裡有個 村民被騷擾到 好 那目前三棟城堡 都已經把自己家裡給守住了 但村民樹差距還是很明顯 83村對上68村 這裡還有挖胖的村民被騷擾到 哇 這個沒有彈道雪 居然可以打到這麼多東西 好 這時候天空熊在正面蓋了一棟城堡 好 這裡有沖車跟暴勇士 然後奴炮直接做進攻 但城堡現在一蓋好 這邊奴炮想要躲在城堡的射程下面 這樣他就不會射到奴炮了 好 結果天空熊把村民放出來 想要來解一下工程器 三位 但這裡還有暴勇士 暴勇士一出來把村民全部再收回去 好 這時候就可以用自己的城堡 去輸出暴勇士了 好 這裡有更多的馬公過來幫忙解一下 這裡暴勇士的威脅 哇 這看起來就秀翻 Viper啦 這個村民一搜一鏡一鏡 後面馬公直接無情開射 這面的衝車跟奴炮 全部都被天空熊這邊 借了一趕二進 天空熊這時候已經升到了帝王世代 巨蟹頭時機準備開拆 Viper的城堡 好 這時候的Viper才正準備補下第三棟TC 三TC準備開農 但我們天空熊已經農了一陣子 但村民樹還是有下降一些喔 因為這邊被土了非常多的村民 所以剛剛本來是八十幾村 現在變成七三村 當然Viper還有一些希望在 好 右邊這邊馬公過來 再次招勞 Viper的後方 哇 這邊圖到非常多村民喔 四村 下方這一坨馬公再度過來 直接打一個雙線 這時候 Viper要來準備點帝王世代了嗎 在黃金上還是不太夠 雖然肉已經快要達標了 但這邊挖礦村民實在損失的有點多囉 右邊這個老鷹過去看一下 哇 四TC看龍 待會這邊掐自己算 現在村民樹應該非常落後 確實也是喔 81村對58村喔 分數已經快要輸了1000分 這裡馬公繼續騷擾 這時候Viper點下帝王世代 同時也打出了GG 哇 天空熊突然就打贏了Viper 沒想到Viper被我們的台灣高手 給反制了回去喔 好 來看一下這個喔 這個老鷹出了88隻喔 非常多 那果然這個老鷹爆打法喔 已經被nerf到了非常多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強勢了 那天空熊這邊呢 也是很機智的 轉出自己的裝甲步兵跟常識劍兵喔 一波反打回去 再利用自己的劍塔 馬公跟弓箭手 繼續升推到經濟裡面喔 不然天空熊前期是 落後非常多的喔 大概落後的八村有 大概硬生生的 對上Viper 落後八村還可以反打回去 甚至讓Viper打出投降 這一點就是 我們台灣選手 這個進步很大的一個空間 非常厲害 好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天空熊拿到了木材勝利 15則是贏了大概1000 兩個都是小贏 但皇帝上來說 阿茲特克還是稍微領先了一些喔 當然也是領先1000塊而已 那石頭則是阿茲這邊也是領先喔 那為什麼 Viper會這麼窮喔 就是因為他石頭挖太多了 我們頻道一直有在講 挖石頭很傷經濟喔 那這場Viper確實挖太多了 山洞城堡 基本上是在城堡時代這段時期喔 全部挖乾喔 那正面的石頭挖 挖完還挖不夠 還跑去挖後面喔 導致Viper這邊經濟喔 一直騎不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請看啊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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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們了解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特 игр